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中国等待他的是什么 到美国留学 是他那一代台湾人的梦 他替父母和同代人圆了那个梦 在美国找到工作 拿到身份 是他顺着梦的图标 顺着所有人的脚步往前 而他的运气好 没什么困难就在美国安身立命了 至少父母和友人都这样看 他也不多说 只是微笑着在返乡时送上一份份美国带回来的礼物 同样 美人也常在而病思摩时 问他关于那些年的生活 哈 有什么好说的 皮特旺会耸耸肩 伸手插入自己浓密的拳法中 那样子是有几分潇洒的 他越含糊其词 美人的兴趣就越大 他文秀的近乎孩子气的面容 他的多金 浑身充满了带开发的秘密 都把美人的心紧紧拉住 不想走 也不想让他走 皮特从不多做解释 只是 怎么说呢 面对从未出养的美眉 家中唯一的波波子 扭扭子 不知道过去腥风泄雨 政治运动 只知道欧美各国名牌 简言之 不懂被贴标签痛苦的娇娇女 他要从何说起 皮特 我们要出去买咖啡 你要吗 纽约大学研究所休息时间 跟他比较熟的Nick问他 他当然说要 其实奖学金没到手 他中午吃的都是冷三明治 有时肚子实在射不了那个冷 到店里要一碗蔬菜鸡汤 附赠一个小面包 就是一餐 他从不买咖啡 穷学生的日子结束后 冬天买咖啡 涂的就是手心的热度 握在手里也不喝 直到烫手再换手 在美国他没煮过咖啡 只是海灌公司的免费咖啡 为的是提神保住饭碗 更为的是人手一杯 想融入能不喝 是那么一个生存的手段 真正开始买进口咖啡豆 买研磨机 买各种咖啡壶 竟是到上海以后了 这里各式洋获齐全 而他头一回 有余裕去享受这些美式享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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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